第十五章 回乡 本章提示 佛陀决定回乡 让释迦族人有机会接受佛法 佛陀和正泛王的谈话 使正泛王明白了他的心境是平和 丝毫并没有精神上的束缚 出家的生活比宫廷的生活 更加能使他感到平和快乐 佛陀在对释迦族人说法的时候 要他们努力修行佛法 多做善事 不做坏事 1.邀请佛陀回乡 释迦族人知道佛陀在黄赦城传播佛法之后 就向正泛王报告 而且建议由奢律和太子的好友邱陀尔 去邀请佛陀回乡 正泛王接受了族人的建议 但是他要邱陀和邱陀尔绝对尊重佛陀的意见 不久 邱陀和邱陀尔就来到了竹林征舍 佛陀为他们说法 而且鼓励他们出家修行 于是最后他们都加入争团 在黄赦城住了下来 过了没多久 邱陀尔记起了自己的任务 就告诉佛陀知 正泛王是这么挂念他 希望他能够回乡宣扬佛法 佛陀终于答应回返加比罗城 2.正泛王和佛陀见面 佛陀和弟子都离开了黄赦城 向加比罗城出发 回乡之后 他们就住在荣树林里面 正泛王听说他们已经到了 马上带了徐从去见佛陀 他坐着马车出到城门 就看到一群比丘在黑食 他们都剃光了头 穿着很破旧的争衣 正泛王得知他们都是佛陀的弟子之后 非常失望地说 如果我的儿子并没有出家 他一定是万王之王 受到天下人的敬仰 现在 他居然被弟子沿街黑食 我真是为他感到羞愧 来 叫这群人走 叫这群人回去 我不想再见到他们 于是正泛王取消了佛陀的念头 转道回宫 听到这个消息 很多年长的比丘都要求佛陀 给他们去劝正泛王 使他回心转意 佛陀同意了 就派一向受到正泛王尊敬的邱陀儿 去见正泛王 在皇宫里面 邱陀儿将佛陀的种种成就和性德 告诉正泛王 正泛王非常感动 就下令全国人民跟他一起去荣树林见佛陀 佛陀知道释迦族人一向都很骄傲 如果不能够确定他已经证悟真理 他们一定不会听他说法 于是当这些人走近荣树林的时候 佛陀就飞到空中 施展相变神通 他先使自己的下半身冒出火焰 上半身噴出水花 后来又使自己的下半身噴出水花 上半身冒出火焰 释迦族人见到佛陀施展这种相变神通 对他佩服到五体投地 正泛王更加激动 一大群人立刻向佛陀致敬 在佛经里面 有很多地方提到佛陀施展神通 好像盘腿在空中飞行 用手碰触月亮等等 佛陀能够获得神通 是他多年修行和正道的结果 这一点在《沙门果经》里 讲得很清楚了 虽然佛陀有时会利用神通 来教化众生 但是他并不主张施展神通 佛陀认为神通并不是万能 在因果律的原则之下 众生的生死和福 都是决定于过去的善恶业力 神通的功用虽大 但是不能改变因果的原则 佛陀座下的大弟子 多数都是具有神通的 但是佛陀就不让他们 随便在世人面前施展 3. 静泛王和佛陀的谈话 静泛王很关心他的儿子 很想知道享受惯了的儿子 怎能忍受清苦的出家生活 于是他问佛陀 在出家之前 你穿的是细毛编辑的拖鞋 踩的是地毯 遮的是阳山 现在 现在 你赤着脚在烈日下走路 你的脚不痛吗 我已经不再受欲望的束缺 所以并没有痛苦的感觉 当你在宫中的时候 你时时用清凉的檀香水 来沐浴 以消除疲劳 现在 你疲倦的时候 用什么方法来恢复精神呢 佛法 就好像是一个汇集了各种香水的保持 我天天在这个洁净的池里沐浴 怎会觉得疲倦呢 在皇宫呢 你穿的是质地最好的衣服 现在你穿的 就是粗粗和破狗的袍 你怎能忍受得住啊 衣服是否美丽 饮食是否美味 都是随着心境而改变 只要心境好 任何的衣服和饮食 都是一样的 以前呢 以前你睡在柔软的床上 现在你就睡在草地上 难道你的身体不会酸痛的吗 我已经摆脱了欲望的束缺 我的心境平和快乐 所以不管去到什么地方 我都可以睡得很安稳 你在宫中的时候 有守卫保护着你 现在你住在森林里 没有人保护你 你不觉得害怕吗 我已经克服了恐惧的心理 就像森林里的狮子一样 什么都不会害怕 如果你没有出家 整个世界都是属于你的 现在我出家了 周围都有我的弟子 整个世界都是我的 听着佛陀的说话 正饭王很感动地说 你放弃了皇位和富贵荣华的生活 甚至离开了亲人去追求真理 你所做的各种努力都不是白费的 第二天 第二天 耶稣陀罗见到佛陀和弟子 在城里面克服 就告诉正饭王 正饭王很不高兴地去见佛陀 他问他 儿子 你为什么还要用黑食来侮辱我 我并没有侮辱你 黑食只是出家人的生活方式 难道出身黄族的人 你也要靠黑食过活吗 黄族有黄族的生活方式 出家人有出家人的生活方式 我现在已经是出家人 过的当然是出家人的生活 后来正饭王邀请佛陀和他的弟子 入宫接受供养 吃饭之后 佛陀对释迦族人解说了人生无常 和痛苦的道理 而且对他们说 你们要修行佛法 不要作恶 一个人能够行善不作恶 在今生来世都可以得到福报 听了这番说话 正饭王和波歇波提都对佛陀 佛法和增团产生了极大的信心 佛陀这一次去到宫里接受供养 耶稣陀罗并不在场 所以佛陀在吃饭之后就去看他 耶稣陀罗见到佛陀走过来 马上向他顶礼 正饭王对佛陀说 当你离开皇宫的时候 耶稣陀罗都想跟着你一起出家 听说你在收苦衡 他都披上皇袍过着修行者的生活 他听说你躺在地上 他就拒绝躺在柔软舒适的床上 他听说你说不带花 不搭香油 他都同样不带花 不搭香油 他的爸爸妈妈要他回娘家 他坚决地拒绝 他真是一个现熟的女人 佛陀听了这些说话 马上称赞耶稣陀罗 我知道他一向对我忠心耿耿 他真是一位难得的女人